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南朝一 我今见闻得寿词 愿解如来征十一 就是大家阿弥陀佛 我们看课本178月 应该是讲到第三行 这里 一念称心起 八万帐门开 一百万帐门开 讲到这里 底下还有讲到 这个还没讲 秤乳火一样 为焚烧诸善根 好 那么这一个 这前面再讲到这个烦恼 我们太久没上课了 应该差不多可能忘了 那三圣共法里面比较重要的就是缘起 就是现在我们要讲到这个 那 成果之道里面 那主要 主要就是三部分 一个就是五称共法 讲五届十善的 一个就是三称共法 讲界定位的 一个就是大称不共法 讲六度波罗蜜的 六度波罗蜜里面 大乘不共法里面 有比较复杂的 所谓的大乘三星 那成果之道的一个重点 其实主要是在这个缘起 那缘起 因为佛法的核心就是缘起 见缘起即见法 那见缘起即见佛 见法即见佛 所以成果之道的一个重点 就是佛法的重点 不管是大称小称 不管是五称三称 还是大称 那么他的一个核心 都是围着缘起讲的 因为佛法的核心就是缘起 所以这里基本上是 那缘起是什么呢 我们大概要先知道 缘起是在解释 这个世间的现象 那么世间的现象里面 最重要的就是在解释 我们为什么会在这个世间 而且有所谓的生老病死这些事 这是一个 这个叫做流转的 缘起只要有两个 有流转的一个环面 那流转的就是我们为什么会生死流转 那么再简单一点讲 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受苦 因为假设我们在生死之中都不受苦 那么其实每一次的生死都不受苦 只有生跟死一点点苦 生也不久 死也不久 那么这中间都不受苦 那么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解脱的 那就是因为我们在生跟死当中 不断的受苦 不断的受苦 辨证为爱别人求不得 老病 那么不断的受苦 就是因为这样 我们才要求离苦 那每次的生死都受无量的苦 那么又有无量的生死 所以人才有追求离苦的动机 那问题你要离苦 你要先知道苦因 就好像你要治病 你要先知道病因 我为什么而生病 这个病是有什么引起的 你消灭那个病因 你才能够解决这个苦 那佛法就是在告诉你这个 生死的因从哪里来 用什么方法可以消除 如果你不知道苦因 你就没有办法去了解 真正的灭苦之道 没有灭苦之道 你就不能灭苦 那么这个是佛法的核心 那现在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些事 那如果我们依照这个课本来说 看起来有一点点生 好像讲来讲去 等一下我们看到圆起 无名言行行圆寺 四言明色明色明色六六六元醋 醋原寿 受原难要远起 起源有缘 生老病死又被苦恼 我们大概只有对 生老病死比较有印象 比较会关切 其他什么无名行四 明色六处 醋酥爱曲友 好像是在说我们 但是好像又没什么感觉 隔山打牛一样的 大概会有这样的现象 所以学佛为什么不能成就 他第一个当然就是你不了解 不深刻不了解 不深刻不了解 他就起不了作用 就好像你对于你所受的苦 没有那么深刻 没有那么深刻 那你就不会一定要去解决他 有也好 没有也好 那没有那么深刻 没有那么理解 就是你所 你对于你所面临的危险 没有那么深刻的话 你就不会急于要解决他 那么你没有急于要解决他 你就不会认真找方法 那就不会努力依这方法 就好像我们身体痛起来 不太痛 痛起来不太影响 如果有医生看最好 有药师最好 没有忍忍就好了 大概也是这样 那我们对于我们生死的 这种苦如果不深刻 那么其实我们也没有那一种 就是学习佛法 大概有一种就是感时髦 那么有一种就是 反正就 现在学习佛法看起来比较高尚 看起来好像比较有修养 他不是真正要解决问题的 尤其是你切身的问题 你生命中的问题 我常常说我们有生命的悲哀 生活的无奈 这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 可是有一些人他没有那么深刻 那现在讲的这个缘起就是在告诉你 你要认真的深刻的去想一想 我这个生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这生命中从我已经过了 我已经经过的生命 它是什么样一种状态 将来要过的会是什么一种状态 那我要这样的过一辈子 然后下一辈子再这样过吗 甚至有时候好一点 有时候差一点 你有没有要解决 那么你先要有我要解决的心 接下来才会有 那要怎么解决的方法 气是这样 所以这里再讲到我们的苦 到底说是怎么来的 就不离开缘起 有因有缘世间起 有因有缘痛苦会来 会发生会持续 有因有缘痛苦不来不发生 虽然发生了很快就消灭了 那我们要学习的就是 那我们要知道那个因缘是什么 我们才可以 我们才可以解决它 那现在讲的就是这个 那这里讲到的 我们说过 三僧共法讲的就是什么 戒定徽 五僧共法讲的就是五戒十三 三僧共法讲的是戒定徽 大僧不共法讲的 其实重点是六度波罗尼 很多人都把它放在大僧三星 现在讲的是重点当然就是 大僧也是不离开 就是渐远起人 那重点在显菩萨道发佛提心 好 那这里讲到 戒定徽 重点要解决的就是 熄灭贪嗔痴 我们有很多的烦恼 那这烦恼把它种刮起来 不外乎就是贪嗔痴 勤修戒定徽 熄灭贪嗔痴 这是我们之所以学佛的原因 那可以说戒定徽 它就是个方法 贪嗔痴就是我们痛苦的原因 其实是这样 那讲多了 讲开了 它就是三十七道平 八正道七觉知 那么这些就是方法 好 那这个大概 因为我们得了很久没上课 有一些 现在从这里开始讲 有一点点就是 就是有一点突兀 那前面大概就是在讲这个 就是说贪嗔痴 是我们生死的根本 就是烦恼 那一个一个来看 那现在先讲到 先讲到所谓的 第一个是先讲到所谓的愚痴 就是无名 就是观念上的错误 那接下来就是贪 撑跟贪 撑比较严重 好 撑 现在讲到 撑如火药 会焚烧诸善根 那他加一个括号 双影号 这个括号 基本上 都是影经所 他前面说 经上说一念称心情 八万站门开 这个是影 普贤行愿品里面 那 的话 那这个后面的 撑如火药 会焚烧诸善根 这个是影 杂阿寒 别异杂阿寒 心里面的一个忌 那 这个忌 为什么会有这个忌呢 我们要先说说 这个典故 他说有一天佛在 齐远金色旁边的 那个斯陀林里面打坐 就是 齐远金色 斯陀林就是人家 印度人死了 然后把尸体放到身影里面 印度人 印度人 死亡的方式 一个就是天杖 天杖就是放到身影里面 给动物吃 让它自然腐烂 给动物吃 另外一个就是 火葬 用火烧 那大部分的人 都是放在身影里面 那 那有一些比丘 都会常常在那个 放尸体的身影里面打坐 修不见瓜 或打坐 因为那边比较安静 比较少人 那蛇魏国旁边 刚好就有一个石头林 因为每一个地方都有 就好像我们的坟墓区一样 那只是我们是土葬 有坟墓 那那个是森林 专门放尸体 就一大片 那你忍住的比较少 比丘修行者常常都去 那个石头林那边 打坐 那佛陀有一天 就离开齐远金色 比齐远金色蛮多人的 一千多人 那这个 去那个石头林里面打坐 那打坐的时候 佛陀定功很好 那他有 他在定通引发神通 都有天面天文 他一打坐的时候 他都听到齐远金色很吵 两派人在吵架 吵得很厉害 高声大喊 然后他听到了这两群比丘在斗争 就是很大声在讲话 然后他就起来 就从这个禅定座起来 走回去齐远金色 那走回去齐远金色 他就赶快就比丘叫过来说 你们为什么那么这样高声的吵架 大声的在那边吵架 那他们就有比丘出来说 就是说本来只是两个人 两个人就是这一个人 这一个比丘不知道 不知道哪一根筋不对 就是心情不好还是怎么样 还是被他惹怒了 就一直骂另外一个比丘 那被骂的那个比丘 都不讲话 都认他妈 一直认他妈 他都不讲话都给他骂 骂完了之后 这个骂人的比丘 跟被骂的比丘 就一直骂 骂得很难听就是了 那一个比丘 可能也有慈戒 然后也不回骂 但是不回骂 他心里面很生气 后来那个骂人的比丘 想一想 不对 过了不久 他骂完了人是这样的 骂完了觉得 哎呀我刚才也太过分 就要去跟他什么 跟他忏悔 要去跟他忏悔 结果那个被骂的比丘 不接受他忏悔 那因为不接受他忏悔 那个骂人的比丘 跟这个被骂的比丘 就僵持在那里 然后他 因为他骂他 他后来发现不对了 然后他要去跟他忏悔 他不接受他忏悔 那这一下子 两个人又吵起来 但是他又一直叫 你为什么不接受我忏悔 就像这样 后来 这种声音就引起很多比丘来 围观 然后就开始劝 你要去跟他忏悔 那这样这样 就开始 有各自有互识的比丘 就两杯的人 就在那边吵 吵这件事 吵到连佛陀在禅定中都听到 然后就回到今生 然后就跟这个被骂的比丘讲 说你为什么不接受你这样的忏悔 他骂你是不对 没有错 那我们常常会这样 我们常常听到有错 常常会看到 他在大街骂我 在小巷跟我唱我 我哪里要接受 就常常会有这样 他在那么多人面前骂我 骂都已经伤害成 他骂我的伤害都已经形成了 那他一句唱我就没事 我不想我不原谅他 有些人说 我接受他唱我他就没有罪 不要 我要让他有罪 有一些会有这样的 我们会有这样的 其实多少会有 因为被骂总是很不熟 很会忍耐 但是你要接受我唱我 你要脱罪 我不愿意 我要让你有罪在身 有时候会这样想 真的会这样想 可是这样想对不对呢 当然不对 那你会觉得委屈 你会觉得委屈 我被伤害了 我不接受他的唱我 怎么我还有罪 那我们要讨论这件事情 就是说 罪从哪里来 从你的嗔恨 就是烦恼来嘛 现在 现在我们现在讲 他骂你 他有烦恼 那这个烦恼就会结罪 罪就是罪过了 就结罪 就是他的烦恼会结罪 那 但是 你 你 你不接受他唱我 是一期以什么 一期以你的称恨心 你的称恨心 你的称恨心 也是烦恼 他骂你是称恨心 现在我们要讲的是 就是烦恼 称 你的称恨 他 他骂你 他是称恨心 称恨心有罪 他骂你的恶言 也有罪 如果他在打你 那就 那就生口欲 就造罪了 他一样是结罪 罪是生恶 这个是生恶怨 这个是口恶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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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称恨心是生恶怨 称恨心是生恶怨 如果是这样来讲 称恨心是生恶怨 新恶怨 新的恶怨 那么这个恶怨 就会结什么 结罪 那有什么罪 不一定还要看 那基本上就是 如果称恨心就会 如果你还有造比较重的怨 那么可能就是三恶道的罪 这个是一手国报 那么 另外的 就是我们讲满怨 隐悦满怨 就是会长得比较不好看 口恶怨 讲习惯了 他讲话会不清楚 那也是像这样 那这些都是会结这个罪功 那现在这个造业的人 我们讲这个造业的比丘 就是骂人的比丘 跟被骂的 就骂人的 跟被骂的 被骂的比丘 那他造业 他要跟他忏悔 那是不是忏悔罪就消了呢 忏悔罪不再造 但是已经 不是 已经造的罪 他还是在 但是他 不会一直成熟 一直增长 就是 比如说我杀了人 那我 我像被我杀的人忏悔 那我杀罪 是不是就没有 还是有 还是有 但是 他最 就不会一直增长就是了 那你如果不忏悔 你就一直增长 好 那现在 忏不忏悔是跟这个人有关系 但是你被骂的人 如果不接受忏悔 我不接受忏悔 我不接受 你基于什么不接受 基于 基于 因为他骂我 那么 我不接受他忏悔 你这个心是什么心 也是忏悔心 那么这个忏悔心 我们说 结罪 并不是我造业 你受罪 是各自造业 各自受罪 只不过 我造的业 是因为由他而起 不管是由谁而起 你造的罪 就是你要受 所以佛陀就讲 就讲到 讲到 我们先讲这个 这个 佛陀就先讲这个 不接受忏悔的比丘 你说他怎么没有骂那个 骂那个 骂那个 骂那个造业的 他已经知道错了 他已经忏悔了 本来是他错 但是他现在知道错了 他忏悔了 本来就是要这样 因为很少人不会犯错 佛陀又有讲过 那么世界上有两种 两种就是 非常健壮的人 就是修行非常好的人 一种就是不造恶业的 一种就是造恶业能够唱的 但大部分都是第二种 很少说不造恶业的 那佛陀就讲这个 不接受唱的 你怎么这么样的愚慈 不接受他的唱的 然后他就去 然后要告诉这些补丘 彼此之间不要承恨 那这个 他就饮33天 就是要讲到 我们现在讲这个 焚烧株三变这个既然 那这个说 33天 这些天人 生活过得那么好 偶尔 偶尔也彼此会 彼此会 好像互相看不高是这样 彼此会有一些正言 会斗争 但不惨 就是 他们比较没有所谓的 验证会 比较没有 但是彼此还是会有一些 一些看不习惯 会斗争一下 那么 当他们在斗争的时候 这33天的 有些跟阿修罗也会斗争 那33天的天 刀利天主 四体还阴 就开释 就跟这些天人讲 讲了一个祭 那这个祭里面 就有这个 焚烧株三根 我们写下 那导师就是引用这个 就称心 那么佛陀引用 我们先讲 是佛陀引用 引用这个33天的四体还阴说的祭送 然后我们来告诉这些阿修 祭里面这样讲什么呢 你看 这些天人 这些在家人 天人都是在家人 他们 都这样 你这个出家的 要解脱的 他们不解脱的 你这个出家要解脱的 你还不能忍 他们都忍了 你还不能 就讲这个 那他讲到 他讲到 他说 这个 这个 譬如用瓢器 他举了一个 这个 老师只是引用其中一句 焚烧株三根 那我们把这整个说出来 譬如 用瓢器 真书以易灯 书就是书油 用那个瓢器 以前都是用冬瓜什么做的 木头的 然后来 来咬那个油 咬那个油 真书以易灯 以前点灯都是用油 火难转赤身 火难转赤身 反更烧瓢器 反更烧瓢器 真心意如是 黄赤身 还致烧三根 我中不寒 车逆寻覆散 不如誰巡邏 誰巡迴 誰巡邏回復無君 雖稱不二口 不處如所謂 雖稱不二口 這個蠻不錯的 所以我們就把它寫出來 討論討論 那因為 這個是四體黃音 就是我們講的 這個玉皇大帝 因為天人跟天人彼此 有一些小口角 那麼他就跟這些天人講 那佛陀就舉 這個四體黃音跟那些天人講的 來跟這些比丘講 尤其是跟這個不接受懺悔的比丘 他說 那這個是他們給天人講的 就是說好像你用那個 那個瓢去咬那個瓢 然後去加那個火 那結果那個火引發了 引發那個瓢 把那個瓢也燒 因為瓢上有火嘛 那你接觸到這個火 你就來連瓢也燒了 那你要休息 那基本上你如果起誠恨心 那本來只有他有誠恨心 只是他的誠恨心 當然就是他起煩惱 那你因為他的煩惱 你引申過來 就是你在意 你在意他的煩惱 直取他的煩惱 你直取他的煩惱 那麼反而你的誠恨心 就是本來你沒有誠恨心的 你被他罵到起誠恨心了 本來他起誠恨心 他痛苦 他照練 那本來跟你沒關係 可是因為他鬧的是你 你把他的誠恨心引過來 你反而焚燒 你本來是慈悲的 沒有誠恨心的 清淨的 那你把他的誠恨心引發過來 那燃燒你的善根 就是你開始 誠恨起來就沒有慈悲了 那煩惱起來就不清淨了 主要是這樣 所以我們不要用別人的煩惱 來讓自己煩惱 不要引別人的煩惱來讓自己煩惱 不要本來只是他煩惱 他有痛苦 可是我們卻變成 因為他的 因為別人的煩惱而煩惱 因為別人造惡而造惡 那你會罵 我不會罵 我們比如說會這樣 你有煩惱我沒煩惱 你要比誰的煩惱大事嗎 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那這個樣子就世間人來講 那當然會覺得 哇給你拍拍手 我們有時候會有一個 我們有時候會有一個迷思 有一個錯誤 因為我們有時候為什麼會生氣 當然第一個是在意 因為我受傷害 先有這個概念 在意 第二個就是 就是我如果不反情 我如果不反情 我如果不反駁 我如果不反抗 別人會看不起我 比如說你在公司 你在怎樣 那麼多路人 他會看不起我 他會覺得我沒種 我沒膽 我沒勇氣 我不是男子 就會 你會害怕別人看不起你 所以你就會 因為這個是 我們講所謂的至尊的問題 這個是我們很常見的 因為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在探討的就是 我們要怎麼解決我們的煩惱 我們先達到最初就是 我們生死怎麼來 生死怎麼來 生死是因為你有業 那業怎麼來 那業是因為你煩惱造作的 很簡單 那你為什麼會起煩惱 很簡單 跟你的感官 接觸到這些境界 好的你起貪汗 好的你起憎恨 隨時會就講坑正直 那因為這樣 你不斷的造作業 這些業連擊起來 就形成你的生死 你就會一直在生死中受苦 所以現在 釜底重新的辦法 就是 第一個 克制你的造業 最好不起煩惱 如果沒辦法 起了煩惱 不要造業 如果沒有辦法 起煩惱造業之後 要趕快產文 大概就這樣 不要再繼續造 就是這樣的方法而已 那現在 現在 我們 為什麼一直造業 一直造業 我們明明知道不好 明明知道不對 對 也明明知道 撐恨心起來 其實我們是很痛苦的 入法充關 坐立不安 其實我們是不快樂的啊 可是我們為什麼一直不放下 一直持續的要撐恨 一直持續的要怨恨 你看有些人怨恨幾十年了 一輩子呢 你想想你最近曾經怨恨過誰 怨恨過什麼事 持續很長的時間 你想想你快不快樂 那你為什麼不放下 你那個執著點在哪裡 那你得到了什麼好處 那我們剛才要講的就是 世間對於人之所謂一直不放下 那我們講 很大的一個關鍵是所謂的有自尊 那這個自尊我們說過 煩惱一定是無理跟貪慨 就是你 你所想的是不如理思維的 你想的 你想的觀點是錯誤的 就是你的觀念有錯誤 所以導致你的行為有偏差 然後才產生痛苦的結果 那你怎麼想錯呢 我們舉個簡單的 常見的例子就是說 如果他罵我 那麼我就給他罵 我不反駁他 我不反擊他 第一個 他會覺得我好欺負 我會一直給他罵 第二個 旁邊的人會看不起我 甚至不應該罵我 以後也都會罵我 都會以為我好欺負 那麼我們就會這樣想 這樣是有傷於我們的自尊 我們為了很多事 為了不讓別人看不起我們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 我們要稱恨 要顯示出我的力量 因為有時候我們會這麼想 那這樣想 這是大部分的基本上想法 就是說我們會在意 別人會不會因為這樣欺責我 別人會不會因為這樣看不起我 就好像以前我們年輕的時候 這男孩子年輕的時候 其實像我不喜歡抽菸 不喜歡喝酒 但是那個時候十幾歲 你不抽菸不喝酒 你會被人看不起 真的 這個叫做同償壓力 大家都這樣做 你不是懶得嗎 你不喝酒不抽菸 人家會覺得不好喝 他會覺得你哪種 你不是男孩子 你女孩子 所以你為了不要讓人家看不起 酒實在是不好喝 老實說 我也要喝啊 菸實在是不好抽 真的 也要抽一次給他看看 讓你知道我也不是那種 可是後來我一輩子只抽一口菸 喝過一次酒 我就沒在喝 實在是太難喝了 那個實在是 後來你其實沒有必要 那我們有時候生氣 我們有時候 有時候非常的憤怒 非常的生氣 常常很多都是要做給別人看的 整個 或是做給那個罵我的人看 或是做給旁邊看的人看 因為這樣他才不會看不起我 旁邊的人才不會看不起我 有時候是這樣 可是這樣 你不管你有沒有造業 也不管你造了業會不會受苦 你只注重當下的那種感覺 當然以後人家會不會欺負 會不會常常要欺負 你不管你有沒有造業 不管這個是不是煩惱 但是如果你有學否 你就要朝這個地方想 這個是生死的根本 痛苦的根本 別人吃大便 你敢不敢吃 我不敢吃 你們最厲害 你們有勇氣 你們有勇氣 你們敢做別人不敢做的事 這我不用來 沒有意義 所以佛弟子 如果你知道 你知道這個生死流轉的緣起 是因為煩惱 尤其誠誠心的過患很大 前面講的 你要在意的 不是這些世間的人 世間的人 世間的人就世間想 他想的就是什麼 要的就是靈魂力 要的就是什麼 要的就是壯大自己 佛法不是這樣 佛法我們在意的不是這些世間 世間的人會怎麼看我 而是佛陀佛菩薩會怎麼看我 一樣 比如說你罵我 你罵我 我有兩種 一種就是我很生氣 但是我不罵你 一種就是我也不生氣 我可憐你 你罵我我還可憐你 你罵我我不辭曲 我不辭曲你怎麼罵我 對我來對我來講 我只要不接受 你都傷害不到我 這是第一個 好 那如果我接受了 但是我不反擊 你雖然傷害我 我不傷害你 你對我造業 我不對你造業 你對我造惡業 是你造惡業 我對你造惡業 是我造惡業 我造惡業我以後要受苦 我也知道你造惡業 你以後要受苦 但是現在你對我造惡業 你又要受苦 我不跟著你造惡業 你吃大便 我不跟著你吃大便 但是一開始 這個是我們要經過深思熟慮 你才會不跟著別人的煩惱和煩惱 不因為別人造惡而造惡 你必須要常常如以思惟 你才有辦法做到 不然一開始那個境界來強 你就是直接造惡 直接請以火引火 互相燃燒 基本上是這樣 那我們說過 你要在意的不是世間 有時候我們會 好像我們被罵 我們就有傷至尊 那麼這至尊是你自己覺得損傷 那個是怎麼來的 那個就是因為你在意別人的眼光 可是現在我們要在意的不是世間的人 會怎麼看我 而是佛菩薩會怎麼看我 你如果比如說我被罵 我被罵 但是這個人罵我 一直罵我 世間的人會覺得 你怎麼這麼沒用一直被罵 你都不敢反抗 你怎麼這麼怒弱 可是你要是真的在修行的人 你知道調伏承認心很不容易 忍辱很不容易 你會覺得這個人怎麼這麼強大 可以遇到這種境界 他都無動無動 你看完全兩種不同的觀念 世間的人會覺得你好懦弱 不敢反抗 那個有修行的人 有智慧的人會覺得 哇 你好強大 你好強大 都無動無衷 所以詠家大師鄭大哥裡面說什麼 從他棒任他揮 把火燒天圖製品 我贏下勢引甘露 消融頓露不適應 官惡言是功德 此則成無善之事 不應上半起願金 合表無聲持忍力 沒有禁見 測試不出你的能力 哎呀 這個人好厲害 被罵到這個樣子 竟然都面不敢說 面無韻色 沒有一點惱怒 哇 太厲害了 我修三十米都修不到這樣 你會不會讚嘆他 打從心底讚嘆他 佛菩薩看見了 知道了 這個是法器 當然成就 是不是 就很簡單 如果你真的是 有用心在修行上 調伏煩惱上 你看見這麼一個人 你一定打從心底讚嘆他 你一定會 以後會多跟他多親近 是不是很簡單 那如果是世間的人 他覺得 那個人 任人欺負 那個沒有用 陌落的人 他不跟他親近 那好 那如果 如果你是很強大的 你被欺負的時候 一下就把人家打死 罵死 折磨死 哇 那一些血氣方剛的人 很誠心講的 你就跟你想明 哇 通通來拜你為師 任你做大根 可是那一些真正要修行的人 會遠離你 為什麼 很簡單嘛 道理很簡單 你想一想就好 所以我們如果從這個角度去看 你就知道 你就知道 當我們在處理事情的時候 現在這裡只是簡單講 就是說 一念稱心起百萬丈門開 那麼 稱如火一樣焚燒諸善根 可是他道理是很深的 但我們剛剛只這樣唸 我們不會就不反擊不反抗 可是你照這樣去想 想清楚 你會冷靜下來 人家罵你的時候 你只看到煩惱冷跟煩惱像 你不會贏火 贏火贏火 他怎麼罵你 你不會直取 你知道他在罵你 你當然知道他在罵你 你也知道他罵什麼 但是你想的不是 你怎麼可以這樣罵我 你憑什麼這樣罵我 而是 是給人煩惱這麼重 你不是想這次用 你想這個就被他的火引過來 你就起稱讚心 你開始就想著 要怎麼罵他 幾被罵回給他 你可以就想這些了 你開始就是 誰比誰更會照惡因 開始就比這個了 不是 所以當你 當你遇到這一些不如意境的時候 你心裡面善自思維 這個要常常這樣想 那麼久了境界來了 你就會這樣想 真的 你看到的是 這個就是煩惱 成形就是這樣 成形起來了 口不則眼 就一直罵了 一直罵了 那麼你心裡面 唉呀這種 這種如果不知道唱會 以後會受苦 以後會受苦 你心裡面不但不承認他 你還怎麼樣 你還祝願希望他 可以早一點 因為人在稱恨中 很難被說服 勸勸不了 整個 境界過了之後 你勸他 或是他自己有善根 稍微想愛 或是他自己有善根 不希望他能唱會 真的他來跟你唱會 唉呀 你心裡歡喜 這聽起來好像 境界很高 其實 其實不高 你只要常常有這樣想 因為這種事情 我們遇得很多 不一定天天會遇到 但是一定常常會遇到 一定的 不可能沒有 每一個人都有 你在公司 同事之間 甚至在家裡 兄弟姐妹之間 乃至親戚朋友之間 然後在外面 我告訴你 一個人 一個人 一個禮拜 能夠只遇見一次 都算很好的 所以我們有很多這種境界 常常在申請 常常在引發我們的稱恨心 常常讓我們因稱恨心而照月 而感召未來的生死 那你就是這樣 不斷不斷累積起來的啊 那如果你能夠再這一點注意 剛開始當然還是會克制不了 又控制不住 會習慣的 就怎麼樣 就爆發出來 你不罵出來都很厲害了 只是臉色很難看 然後目髮衝光 那血脈噴髒 坐立不安 大概就這樣 那個都算厲害了 你不生出 這裡等下有講 你不生氣 你不罵出來都算厲害 如果你連那個煩惱心都沒有 那很厲害 你至少多修人家好幾次 真的經常聽講的 你不如一佛二佛三四佛三四佛 我告訴你 但一個稱恨心 你要調伏 都至少要三十 真的 你試試看就知道 那當然有些人 之前就調伏過了 現在的稱恨心不大 有些人稱恨心大的 就是說你受委屈的 你沒有罵出來 你都很難過那種 就是你沒有打人 你沒有罵人 都很難過 那種都要調回去 但是你有心也調快 那你看 他這裡就講這個 那這個其實是 我們修群其實就修這個而已 第一個先修承認修 當然第一個前面講的 在這裡講的 第一個先要有正確的觀念 你沒有正確的觀念 我告訴你 四倍而公斑 用很多力量只得到一點點力 如果你有正確的觀念 有正確 正思維 然後你四半而公斑 所以發證到 第一個是正確 正思維 然後後面就是正乙 正略 正硬 你才有好的習慣 才養成這些好的習慣 不死參生心的 你要先知道怎麼想 這些觀念就好像我們剛才講 我們為了害怕 旁邊的你看不起我們 所以我們就要怎麼樣 我們要裝狠 越狠人家越怕我 可是你要 你沒有看到 你沒有看到這個就是你受苦的原因 但是我們是為了讓我們以後不受苦 所以我們才要越狠越好 我們就是怕以後會受苦啊 如果我認他幾乎我以後會更苦 可是你沒有看到你因為這樣起煩惱 你的苦不是以後 是更長久累結的苦 那麼你一解脫就更遠了 所以你沒有看仔細 沒有想清楚 你就會怎麼樣 背道而馳 會有這種現象 那你如果知道了 即使我知道我要克制 但是我一下子克制不了 你還是在正確的路上 久了久了慢慢你就會怎麼樣 你就會越來越無動無動 那慢慢你不但對於罵你的人 你不生氣 你還會憐憫他 你祝願他早一點可以跟你一樣 遇見佛法 然後流理思維 然後可以趨向解脫 你開始就會這樣 那我們來看 我們先來解釋這個 我覺得是蠻有 這種是蠻有意思的 就是他們兩個比丘在吵架 結果一個不接受 另外那個被罵的不接受 那個罵人的吵架 看起來他也沒有錯 這個在現實上是很常見的 很常見 但是其實兩個都受苦 那如果是我們 如果是我們呢 我們會起煩惱 會罵人 會傷害人 後來我們覺得不對 我們是跟他吵架 那他不接受我們吵架 那怎麼辦 他怎麼辦 他不接受我們唱會 但是你有心唱會 也不是說沒關係 我們就怎麼樣 還是要內心要存這個心 希望 因為他不接受唱會 就好像當時 人家勸你不要罵你 你不接受這樣 現在勸他要接受他 那不是說一樣是無名跟稱認心起作用 那現在你的 你清楚啦 你的稱認心跳舞啦 可是你引發 就好像你這邊的火燒完了 火引到那邊去 那邊的火剛才燒還沒燒完 你也希望他可以燒完 我們的稱認心停止啦 但是因你而引發的稱認書沒有停止 你會希望這個時候你要祝願 祝願他 可以怎麼樣 就是你以慈心祝願他 可以停止 然後自己唱會 真心唱會 然後不再照 然後希望他 如果他不接受你唱會 你也不要勉強 因為你越勉強他越生氣 那麼引起不好的循環 你重點不是 重點不是你用接受我唱會 我的罪才能消 不是這樣 重點是你接受我的唱會 那麼你表示你是我 表示你也沒有稱認心 你也不在意 那彼此都好 都開始有結善緣的時候 因為惡緣互結善緣 氣是這樣 所以你也不要在意說 他不接受我的唱會 我的罪不能消 沒有 你只要真心唱會 他接不接受 他能夠接受最好 他不接受你的意還是能夠消 但是彼此還是會有對立 還是有彼此的意緣 但是如果你一直是 你也不要因為他不接受你的唱會 你又起稱認心 有時候就是這樣 你已經唱會 結果他不接受你的唱會 你又起稱認心 然後又把他引火 又引回來了 那你這樣就循環不移了 所以你要想清楚 就是佛法他就是苦即滅道 那個苦的苦因 你要從那裡把它截斷 那你就知道這些都是從稱認心來 重點是截斷你的稱認心 那他沒那麼快相應 那你要慢慢你要祝願他 祝願他 然後不斷的事發善意 就可以 這樣就好 那我們來看他這裡就講 譬如用 我們剛剛講 用瓢性真書與意 火難轉刺身反更燒瓢性 所以我們剛才講的 用那個瓢去用那個燈 結果火燒起來 把別人的煩惱引過來 自己燒起來 稱心也是這樣 還字燒善根 那善根是什麼 什麼是善根 無湯無稱無吃就是善根 那有稱心起來了 就把無稱的善根燒了 就沒有了 一樣是這樣 就好像 你稱認心起來要傷害人 你就把慈悲的 你好不容易 去這件事院 如果關這個慈經 然後這個幫助人 看到可憐的人 幫助他救生護身 做了很多祭窮 很多慈悲的事 結果一念稱認心 那個慈悲都不見了 那其實就是這樣子 我忠不寒怒 我心裡面 忠就是 我究竟 我終究 終究不含這個怒心怒恨 恨怨恨 不管 不管別人傷害我 我都不含怨恨心 我只希望 我們看看時間 我們希望天下的人 都不要去傷害任何人 那如果我們被傷害 我們希望傷害的人 趕快停止他的傷害 因為終究他是傷害他那自己 我被傷害是短暫的 是疲弱的 但是他的傷害是比較 因為他傷害人 他如果不知道 是先從他的心 起撐的心 這一種生死苦 我說是要三二道 一下就幾百劫 那個更苦 我們被傷害頂多是一下子 一陣子而已 所以稱語尋覆善 第一個 你不含誠恨心 但是一般做不到 老實說 其實是我我也做不到 就像蚊子要叮我 我知道蚊子叮會癢 但是我也不要給他叮完 但是他叮我了 我還是會很生氣 那被人罵呢 老實講也會 一開始我會慣 他會慣 但是慣慣慣 我們有習慣性 我罵我了 你是不會 你是不會 我們會很生氣 我是 就是說 我是人你讓你 你要人人頭親 我們一般就會 我們會習慣 往世間凡夫的方面想 但是如果你常常拉回來 如理思維 就好像你念佛一樣 阿彌陀阿彌陀 想到哪裡去了 想到 今天有誰 欠我誰的阿彌陀 阿彌陀 我好像什麼時候 我思維還沒腳 散亂 要再拉回來 你參加念佛 或是參加打坐也是 關呼吸 關一關一關 哎呀 怎麼有什麼聲音 有什麼味道 那個方法就走掉了 要不斷拉回來 那我們思維佛法也是要這樣 你要不斷拉回來 有時候想一想 剛開始想 沒有真正心 哎 老虎 為你拔我當屁貓 就開始 又起來了 你又回到世間人的想法 好不容易拉回佛教徒的想法 善函子善明人的想法 沒有多久 境界也很強 一直一直一直 你又拉回去 所以有時候沒辦法 要離開那個境 離不了 就要強制壓制自己的心 就是這樣 那一開始 一開始好像很辛苦 很掙扎 那很委屈 一開始是這樣子 一開始要行菩薩道 不要說行菩薩道 要除煩惱 都是這樣子 我不煩惱 別人一直煩惱 那我要跟人宰割 是嗎 你會這麼想 會很不甘願 修得很不甘願 可是 一開始是這樣 但是你努力過一陣子之後 就不會 你會很順 你會很順 心裡面 你會看到自己的起伏 你會看得到自己的起伏 但是不大 你會發覺到自己生氣 有時候真的是 禁絕太強了 一生氣 當然也會口氣不好 而且有時候 還會罵人 但是罵的話不會很苛刻 因為你在控制你 那個火在你的控制範圍裡面 然後 慢慢慢慢 慢慢慢慢 就調了 一下子就回復過來 就好像你在念佛 妄想 一再就發現了 一下就拉回來 阿彌陀 阿彌陀 或是關呼吸 呼吸出呼吸入 呼吸出呼吸入 不然你就 等一下這個癢 等一下那個癢 不坐下來都不覺得癢 坐下來就這個癢那個癢 這個味道那個味道 這個知識那個 這個知識通 那個知識通 就會這樣 慢慢拉回來 拉回來到你的方法 那你做奴隸思維也是這樣子的 一開始 一開始 你自己要告訴自己 我不可以 我承認心 但是不是說不可以 就不可以 也會有 最好就是沒有 那如果沒有辦法 有承認心對不對 撐你 尋覆善 趕快讓他們 你想辦法 如果你沒有這樣想 你撐心起來 你一直想的就是 他怎麼不對 我要怎麼修理他 我要怎麼報復他 你想到的就是 反抗 反擊 反撥 那如果不是 你拉回來 你就是什麼 反省 反思 基本上就是這樣 尋覆善 那你馬上就看到煩惱 煩惱是生死的 是造業的根本 是彼此惡緣 互相不善的主要語言 所以你 你不是怎麼 要不要修你那個人 調伏那個人 你要的是調伏你的承認心 不是要調伏那個人 你要對峙的不是這個人 你要修理的不是這個人 而是你的承認心 是你的煩惱 所以 不如水旋流 就是修路一直轉一轉 你仿佛這樣 你看你擠了承認心 就仿佛在這個人的身上 你最討厭他 但是你念他最深 是不是 你最痛恨他 但是 他一直佔據在你的心裡面 站得滿滿的 沒有其他人的空間 你想不到比他的人 你想不到其他的事 你想的都是他的人 他的身邊 你想想 這樣你跟他的因緣會越神 所以你看念佛也是這樣 意佛念佛 現前當然必定見佛 你意那個人念那個人 你現前當然也常常會遇見那個人 死了之後還會再來還會遇見 為什麼 你常常念他 意他念他 很簡單 就母子立身不相違遠 一個是母一個是子 母若念子如子欲 他也念你你也念他 那兩個人互相念 我告訴你 那這一生晚了下一生 那一出息就精采了 一定會在一家的 互相折磨 一定會 離不開 所以你要知道這樣的原因 你就會趕快怎麼 現在就要解決 但有的人不知道 有的人要解決的 不是那個因 就是要解決那個人 你把那個人就是殺死了 罵死了 我告訴你 你未來年得更緊 所以不如水 你不要像水漩渦這樣轉 你一直在那邊轉 因為這件事情讓你很生氣 你就一直在這件事情上轉 因為這個人讓你很痛苦 你就一直在這個人的身上轉 轉不出來 一直起稱恨心 一直起怨恨心 一直在他這個境界上轉 我們都是這樣啊 你想想看 我們今天為什麼要來學佛 我們為什麼要來跟聽聽 我們就不知道我們的煩惱怎麼來 怎麼運轉 要怎麼樣解決煩惱 所以我們聽聽 我們為什麼要來聽聽 我們就不知道我們的煩惱怎麼來 怎麼運轉 要怎麼樣解決煩惱 所以我們聽聽聽 今天是什麼 今天是佛說的 佛是已經解決煩惱的人 他看清楚了 煩惱是怎麼來的 怎麼運作的 我們平常都是怎麼起煩惱的 我們應該要怎麼解決煩惱 他知道了 他告訴我 所以我們才要學嘛 對不對 那麼這個是最主要的 所以你看 他講 第二個就是稱禮 已經有稱認心了 那我們怎麼樣 把它調伍 想辦法調伍我們的稱認心 而不是讓我們稱認的人 不是 那 維護無窮免 不要不要像這個水 一直在那邊轉 一直在那邊轉 叫懸流 維護無窮免 也對 一輩子 一輩子 就在那個境界 還有一種 就是說 我們曾經做錯過事 人嘛 凡夫嘛 還沒聽到佛法以前 多少 多少都會做很多錯事 有的錯很深刻 而且很嚴重 甚至有的已經學了佛了 也會 不管怎麼樣 過去的 做了就做了 不是說不管他 我們當做今天 你不要一直在那件事 那一個人身上 就是 一樣過去那件錯事上 一直轉一轉 撞不出來 叫做悔恨一生 不需要 因為你把大部分的心 都拿去悔恨啊 你用什麼心來休息 你哪有力量休息 想就知道 你哪有其他的心去想佛法 想要怎麼 你大部分的心都在擔心這個病 會死會痛 會怎麼樣 你用什麼 你哪有其他的心去想 這個病要怎麼解決 是不是 哪有力量去吃那個 去找那個藥 去吃那個藥 你大部分的心都在那邊擔心 都沒有力量 力量都被這些吃掉了 所以 我們要養成一個習慣 第一個 不要被煩惱 把我們的時間 壽命 氣力 全部掏空 那我們到部分都是這樣 你想想 你想想 或是這樣 現在 我們既然學佛 我們要有智慧 智慧 就產生出力量出來 然後就引導我們慢慢去解決這些煩惱 不要一直在那邊循環 輪迴就是什麼 一次又一次的受苦 一次又一次的受苦 那我們現在就在輪迴 不用死在輪迴 今天這樣 明天這樣 今天這件事情生氣 明天還是這件事情生氣 今天看見這個人討厭 明天看見這個人還是討厭 一直討厭 因為 就算他不在我面前 我想起這個人 我還是討厭 還是生氣 你看 我覺得是在尋狂 一直在輪迴 好 那 雖稱 好 那這個 稱與尋目三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 雖稱 你看他還有稱 這沒辦法那麼容易 但是這個要經過 你真的有心 我告訴你三年就可以看到效果 三年 你真的要這樣想 三年你可以看到效果 我的心調柔 面對境界還會有起伏 但是起伏沒那麼大 真的 你就是要有心 我真的是要對峙 稱你不惡口 我有稱任心 我知道 我也沒辦法調柔我的稱任心 但是我控制他 不讓他照這個聖業 我們講 稱心只是意願 你把它變成惡口 就會變成什麼 變成口業 口業就更重一點 以稱為導 不處奴所謂 那罵人的時候 就要講罵什麼 罵人家不喜歡天的 最不喜歡天的 他最不喜歡人家說他怕 你知道你就知道他怕 他最不喜歡人家講他的父母 你就講他的父母 反正就是這樣 他最不喜歡什麼 你就講他什麼 不要這樣 這樣就變成以後 你也會有種果報 你常常會運氣 你覺得不喜歡 因為你常常別人家最不喜歡 那麼 所以你看 其實這個技還蠻不錯的 正在講這個稱任心 導師是引用其中的一句 叫做焚燒之善根 在講這個稱任心的過患 第三個 講貪 貪 我們說凡老就是貪正經 總說 總說就是貪正經 那怎麼是貪 這是懶著自我 及有關自己的一切 懶著自我 叫做自我愛 有關自己的一切 這是我所 叫進戒案 好 故戀過去的 基本上這是這三個 過去 現在 未來 就是 故戀過去 單左現在 單左就是單戀直走 對於現在的境界 單戀直走 對於過去的 也是非常的 就是一直回想 一直回想 那麼 希求未來 不斷的希求 未來怎麼樣 可以怎麼樣 可以怎麼樣 雖然不是稱我一樣的嚴重 卻是水一樣的襯入 徹骨徹水 過失極其深淺 貪跟稱 他們比較猛烈 但是 燒完就沒有了 貪 比較微細 比較難斷 所以稱只有在什麼 稱只有在玉界有 色界就沒有了 你有定 你有定 稱心就扶住了 沒有斷 但是稱心就扶住了 玉界還有稱認心 玉界有 玉灘跟稱 色界 沒有玉 色界 有灘 叫做色灘 沒有稱 那無色界 有無色灘 這個灘有些微細 色灘 色灘 基本上就是對 對禪定 喜樂的灘 那個也就是很高級的灘 但是就比較微細 那你如果把稱認心斷掉 你看 你把稱認心斷掉 什麼樣才可以斷掉稱認心 就是三果 三果才能斷稱認心 把稱認心斷掉 三果 那稱認心斷掉 玉灘一定斷掉 這兩個是一起的 所以稱 但是一開始要先扶住 扶住 那扶住之前 我們就想要忍耐忍入 要先忍一下 然後控制自己 不會因為稱認心招惡院 然後慢慢調補稱認心 讓他所有稱認心 一下子不會持續很長 時間不會很長 次數不會很多 程度不會很嚴重 大概就是先這樣 好 那貪 現在講貪 那有講三個 就是過去的 顧念過去 單著現在 希求未來 那他說這個過失 就是極其深切 貪比較深細 三切都有 稱比較冷烈 只有玉界有 色界無色界沒有端 但是扶住了 不起參認心 到色界就不起參認心了 玉界都還有 貪愛主要是自我的愛戀 就是自我愛 從現在到未來 貪愛主要是自我愛 他講 從現在到未來 如對人 那就是愛我的父母 我的兒女 我的兄弟姐妹 我的朋友 那個是 第一個先愛我 然後是愛我的 跟我有關的 甚至我的貓 我的狗 我的房子 種種 我的車 那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 执著都不太一樣 有的對車比較执著 有的對衣服 有的對手勢 有的對朋友 有的對兄弟 有的對父母 那麼都有一輕重不同的差別 不過這個都是愛 那你說這樣有錯嗎 當然沒有錯 但是也不能講完全沒有錯 那這個是正常 但是從解脫來講 那我們現在講的是 煩惱的貪愛 跟菩薩的慈愛不一樣 你說釋迦摩尼佛愛不愛他太太 愛不愛他兒子 愛不愛他父母 如果不愛 為什麼他成了佛 他還去度他父親 還到圈上度他母親 還回家度他兒子 度他太太 他不愛他嗎 你說他愛他 那為什麼 他愛就可以 我們愛就不可以 他的愛 已經不是那一種 有肉的 懶著的 自私的愛 他那一種是慈悲的愛 所以你要化施愛 為大愛 基本上是這樣 菩薩如果沒有愛 他不會去度重生 但是這種愛 不是染著的 不是那個以自己為中心的 那同樣 同樣 如果是我 我們一家人 我要以我的利益為主 我的兄弟清換我的利益 雖然你是我兄弟 親兄弟也要明算上來 對不對 那 好 那如果是 我們這一家跟隔壁家 那我們要以我們這一家為主 就算 就算我們這一家不對 但是我們要照相 我們這一家的利益 對抗隔壁家 好 那我們這一村跟隔壁村 我們這一市跟隔壁市 我們這一個國跟隔壁國 一樣 我們這個民主跟其他的民主 反正就是這樣 就是以我為橫行 那這個其實就是 我們講 這個生死的根源自我愛 我們往底下看 所以他這裡講 對事那就是我的財富 我的事業 我的學問 我的名譽 有了貪心 所以是可以做成很多的好事 很多好事都是從貪心來的 比如說貪愛功德 哇 這個功德 不失有功德 趕快不失 放生有功德趕快去放生 學佛有功德趕快學佛 念佛有功德趕快念佛 很多人是這樣 那也好啊 不錯啊 但由於 我們剛剛講 這個愛不是錯 那但是要看你是 什麼樣本質的愛 由於以自我的愛來為本 那麼 所以是不徹底的 有時候一轉而起 承認心 所以承認心其實是從 從愛轉過來的 愛不到不撐喔 基本上是這樣 不符合我的利益 不符合我的期望 因為你傷害到我 而我是愛我自己的 你傷害到我的兄弟 而我是愛我的兄弟的 你傷害到我的家人 而我是愛我的家人的 你傷害到我的國家 而我是愛我的國家的 所以我就要跟你拼命 我就要 我唯一能夠保護我所愛的 就是傷害你 讓你不能傷害我 就變成這樣 所以稱是愛的相仿裡面 所以愛到極點 有時候會稱恨到極點 愛的時候可以未臨死 可是他發現你不愛他 他就要你死 反正就是要你 那這個就是什麼 反過來 愛之路骨 也可以恨之路骨 那你之所以會恨之路骨的 通常都是你之前愛之路骨 你會恨一個人恨得很嚴重 就基本上是因為你過去愛他 愛得非常的重 然後你最愛的人 反過來傷害你 你就會恨他恨很久 恨得很久 如果這個人跟你完全沒有什麼關係 沒有什麼關聯 你也不在意他 他雖然傷害你 其實你也不會放在心裡很久 你會很氣他 但不會恨他恨到很久 不會 所以這種很明顯的就是什麼 由貪愛自我愛反過來的 所以他說神教 神教其實就是基督教天主教 由於基督教 上帝愛世人 我想在他們想像中的上帝 這話是對的 因為愛極了 所以會恨到極點 如洪水為災 幾乎使人類與動物瘸的種 創世紀 那這個我們要分別說一下 我們剛才講 到了色界 撐就浮住了 但是愛還是有的 尤其像玉界 玉界 玉界的愛 基本上是五欲為主 五欲 那 玉界最高的天 叫做他畫自在天 就是魔王所著的 那魔王 一般從四王天到他畫自在天 就是第五天 第四天是多在天 第五天是畫自在天 那基本上都是享受五欲 五欲層次越來越高 到了第六天 他不是享受五欲 他是 因為讓其他的人享受五欲 其他的人越快樂 我就越快樂 所以 你不要享受五欲 你要出三千 他就會讓你不要出三千 這個就是魔王 那魔王 他還在玉界的最高天 玉界的最高 不以自己的快樂為快樂 而以別人的快樂為快樂 那你說這樣很好啊 讓別人快樂 這個是大善事啊 所以他在玉界最高天 你能夠做玉王大帝 那個是第二天而已 你四大天王才第一天而已 可是你能夠做那麼高 你都做很大善事喔 你那個磁心都很強 你才能做到那裡 做天王喔 那你再生到一個摩天 再更一集 多算天 再更一集 他畫 畫自在天 最高最高的就是他畫自在天 他畫自在天 你還做國王 那你看 你那個善心要到什麼程度啊 可是 你看 讓人家不能解脫的 不就是魔王喔 那為什麼會這樣 他讓你快樂 想 因為你的快樂就是他的快樂 可是現在 你要處理三界 你要處理欲界 不要再處理三界 你要處理他的掌控 他就快樂不起來了 可是 你在這裡享受很大的快樂 他也會快樂 可是 你不享受快樂啦 你用理欲啦 他不快樂啦 不快樂 照你講 那不要管就好了 不是 他要想辦法讓你不能出去 平坦 那這個不就是 類似像這樣 那但是 你現在講到這個上帝 那麼上帝 上帝的神格 有一點像我們 就是 就是佛法裡面講的 基本上就是 佛教裡面講的 色戒天 色戒出殘天的天王 色戒有三天 大犯天 犯重天 犯虎天 大犯跟犯虎犯重 也就三天 色戒 那我們剛才講 色戒就沒有承認心啊 不是沒有啦 就扶住了 扶住承認心 已經是扶撐了 那麼色戒的出殘 色戒的出殘有三天 基本上就是一天啊 那麼有三個層次 大犯 大犯天 然後犯虎天 虎就是 輔佐的啦 就是大臣 王公貴族這些 然後犯重 犯重就是人民 那很簡單的就是人民 這個是天使 這個是天人 這個是幫助天王的天使 這個是天王 那這個犯天 大犯天 大犯天 就是我們說的上帝 神格是一樣的啦 所以基本上 基督教天主教 回教講的上帝 其實就是佛教裡面講的大犯天 大犯天王 就是泰國的四面佛 大犯天王 那這個大犯天王 基本上已經扶住成了 所以他不會有傷害人的行為 基本上不會 不會起誠誠心跳傷害人 可是 創世紀裡面的上帝 是會傷害人的 因為舊約 舊約聖經 舊約聖經裡面的上帝 用洪水用火 就燒死很多人 會傷害人 那這個要分別說就是 聖經不都是神的話 有時候很多都是 人添加上去的 很多是人添加上去的 那所以他這裡講 但是導師引用的是創世紀 那照 如果照 御界色界 他是色界大犯天王的話 那麼 因為佛教裡面的大犯天王 也是這樣講 世界是他創造的 因為他在往上就沒有 因為往上是什麼 惡禪天 觀音天上去的 沒有這種 沒有這種群聚的這種 眷屬的這種觀念 沒有 而且他上面看不到 下一天看不到上一天 他就認為他最大 認為這個世界是他創造的 其實是這樣 就慢心嘛 上帝獨慢 但是他講到 這個愛急的時候 你會恨到極點 其實不會 老實說 上帝不會有承認性 他雖然沒有斷承認 但是他扶住 就好像你在禪定裡面 沒有承認 除非你出地 那麼如洪水為災 幾乎使人類與動物 絕了種 那麼這個在創世紀裡面 他說 這個上帝 上帝 因為 對於這個人間 這個人 那麼他不高興了 那麼他就下飲 下四十昼夜 四十昼夜 那 而且 就是四十昼夜都下大雨了 水陰得很大 那他只讓一個人 就是諾亞 他這個 諾亞是亞當第十四的孫子 他讓他去造一條蟲 然後把一些動物 把一些種子 放到船裡面 逃過這個洪水 有沒有叫做諾亞方舟 在海上生活 那時候水淹到 聽說淹到四千公尺 喜馬拉雅山也才三千多公尺 三千九百多這樣子 淹到喜馬拉雅山上面去 有這個諾亞方舟的傳說 那這種傳說 基本上是歷史加上神話 然後加上一些人為的操作 編起來的 有些事實 有些神話 有一些杜撰 所以導師是舉這個例子 不過我們要講 就是第一個 到了社界 上帝是在社界的出產會 到了社界已經扶住 而且社界出產 一般要修事無量心 就是他那個慈心的廣大 慈心廣大 慈悲洗手 基本上你要有慈悲洗手的心 你才能夠生到社界出產 就是你要生到犯天 你必須有三個條件 犯恨 就是你要離五欲 離欲 離世間對五欲的絕求 這個是第一個 你要離欲才能生到社界 那我們欲界就是五欲 五欲 這五欲 第二個你要有禪定 因為欲界 社界四場八點 這個是不動定的 你一定要有禪定 你才能夠生到社界 你要離五欲 才能生到社界 你要有禪定 才能生到社界 所以欲界定 還不是根本定 到社界出產 才是根本定 第三個 你還要有慈悲洗手的心 那麼這三個條件 你才能生到犯天 做犯眾 那境界高一點做犯 再高一點做大犯天王 三千大千世界 一個大千世界 大概有十億個大萬天 有十億個世界 一個世界就有一個大萬天 一個大千世界有十億個大萬天 所以 並不是只有一個善地人 有很多很多 一個日月是一個世界 一個銀河系大概就是一個大千世界 那裡面大概有十億個世界 十億個世界 好 像我們這邊有一個飯天 然後在另外一個世界也有一個飯天 那要生到飯天 要生到飯天 我們說過 除了靈欲之外 要有病 而且要有慈悲洗手 要有慈心 那就是基督教講的博愛 你沒有博愛 就是慈心廣大 你是沒有辦法 你沒有辦法生到飯天的 所以 他又是飯天王 所以 照理說 他不會用洪水來淹死 不會用洪水來淹死眾生 而且從夜報上來講 他如果用洪水淹死那麼多的眾生 他一定要從飯天掉下來 就好像如果我們殺了很多人 我們本來可以活一百人的 一定會折獸 像竹格亮這樣 殺死太多人來折獸 而且很殘忍會折獸 馬上火爆還沒想完就掉下來 這樣 所以 所以他這裡講 這個只是引用 引用創世紀 引用基督教他們自己的話 但事實上這個不是事實 好 就是說 上帝淹死了這件事 但是因為是舊約聖經記載的 而基督教徒也都相信 這聖經就是神獸的話 這是上帝愛世人的最好事 你說上帝愛世人 那上帝為什麼會用水淹死 淹死那麼多人 他說因為為什麼 因為有愛就有稱 愛與稱是難得分離的 愛不成就稱 所以 從佛法來說 這是凡夫的真面目 庸俗的神教徒還能想像出 超庸俗的真正道德嗎 就是超越 超越這個視線的這種愛 而且有了愛懶 懶著了一切 一切的變動就會牽動自心 而引起苦痛 就是當你有愛的時候 你感覺幸福對不對 可是這個會變動 雖然這個人一直愛你 但是你也一直愛他 但是他離開了人間 或是他身體不好 你就會感覺到痛苦 所以會牽動自心 而引起痛苦 所以佛說愛生則苦生 那這裡也有一個故事 這個是宗阿安的愛神經 那裡面也有一個故事 導致是引用 但是就是說 那麼 這個有一個佛羅門 那這個佛羅門 因為他有一個獨子 他就生了一個兒子 那你知道佛羅門是高貴總姓 他就生一個兒子 那這個兒子 年輕就死掉了 白髮人送黑髮人 而且還是獨子 而且他們又是高貴總姓 那這個佛羅門 兒子剛往生 就非常的愁憂 非常的憂愁 你想想 這個才一個兒子 又年輕 又英俊 又學士好 結果就死掉了 所以飯也吃不下 覺也睡不著 那衣服 也不知道冷熱 也沒有穿 也忘記穿衣服了 然後天天都帶那個兒子死的地方哭 就一直在那邊哭 那想一想 看到 回家看到 這個是兒子的房間 這個是兒子用的東西 看到就哭 然後去到兒子死的地方 因為他們死了就放到 就是 佛羅門比較有錢 就會火化 火化 那個股可能就買起來 或是傻在那裡 但是他就在那裡就一直哭 去到那裡就想到兒子 想到兒子的好 想到兒子的可愛 想到兒子怎樣怎樣 越想就哭得越嚴重 回到家 這個兒子的房間 這個兒子的衣服 都捨不得丟 那就非常哭 一直哭 然後 後來實在沒辦法 聽說 這個世尊很厲害 可以知道一切的事情 然後 他就去找佛 那我找佛了 佛就跟他講 佛就是跟他講這個話 若愛生死 變身愁其憂苦煩惱 就是說 他會問佛 為什麼我這麼痛苦 我的兒子走了 為什麼我這麼痛苦 我沒辦法快樂 這個對我們世間人來講 這是正常的 佛說 是因為你太愛你的兒子 本來我就愛我的兒子 不然我要愛誰 對不對 這就是正常的 那是佛跟他講 痛苦就是從愛生出來 你有多愛 你就有多痛苦 為什麼 那不是不愛才痛苦嗎 不是 愛才痛苦 那這句話聽起來好像 跟我們的經驗不太一樣 我們是因為別人不愛我們 如果我們不愛他我們才痛苦 那他愛我愛他 那不就是幸福嗎 那不會痛苦嗎 不是 因為你要知道 無常顧苦 你愛的東西 第一個 不是你離開他 就是他離開你 一定會經歷到 你愛得越深 當你離開他的時候 或是當他離開你的時候 那麼那個痛苦就越嚴重 那你說那這樣我們就人血無血都不愛了嗎 不是不是這樣 我們來看 等一下來看 他說 因為他很痛苦 他會找佛 那佛就跟他講 你的痛苦來自於你非常愛你的兒子 那他說為什麼這麼講呢 他說 這個佛洛門就跟他講 應該是我愛他的時候 我就會生喜樂 因為以前我兒子在的時候 你看我非常愛我的兒子 我看到了我的兒子 我多歡喜 我多快樂 我因為他愛他 而看他的時候 我生氣歡喜 生氣快樂 就好像你很愛黃金 很愛錢 你看到錢的時候 哇 你很歡喜很快樂 我朋友這麼多錢 一想到就歡喜 一想到就快樂 好像是這樣 可是你要知道那個錢 那你不見了 越多錢 如果是100塊 有一點小不快樂 如果是1000塊 再多一點不快樂 如果是1萬塊 10萬塊 100萬 隨著你的錢越多 你的那個痛苦就越大 一樣的道理 所以佛洛就跟他講 那個佛洛門聽佛這樣講 你的痛苦來自於你的愛 不對啊 我的痛苦怎麼會來自我的愛呢 我愛我兒子的時候 是很歡喜的 是很快樂的 所以他就會講 他就跟他講說 那這個他聽到 他講 佛洛在跟他講 他不認懂 他覺得你胡說八道 他認為佛亂講 我不是因為愛我的兒子而痛苦 是因為我兒子死了而痛苦 我愛我的兒子 我因為我愛我的兒子 我感到歡喜快樂 我的痛苦不是因為我愛兒子 我的痛苦是因為我兒子死掉 我所愛的兒子不能再被我所愛了 其實你還是愛他 但是他不知道 他也許知道 但是你感受不到 其實這樣 你還是一樣愛他 但是你一樣愛他 他在的時候跟他不在的時候 你都一樣愛他 但是你為什麼會痛苦 因為他不在了 可是假設愛會讓你快樂 可是你還是一樣愛他 那你跟以前一樣愛他 可是以前的愛讓你快樂 現在的愛為什麼不能生氣快樂 只因為他不在你就不快樂 那你這樣說你愛怎麼會生氣快樂 那也不對啊 但是這個佛洛美心裡面這樣想 沒有 他沒有這樣想 他只是說不對啊 怎麼會是因為我愛我的兒子 所以我才痛苦 你根本就亂講 所以他不聽我講 很生氣就走了 很生氣 很生氣就不要聽你講了 我兒子死掉了 你竟然跟我講我的痛苦 我因為我兒子死了痛苦 你竟然跟我講 是因為我太愛我的兒子 所以我才痛苦 一般人聽到這個可能也會生氣 老實講 一般人一般人聽到這樣講 我好不容易請你來跟我指點迷津 讓我不要痛苦 你這樣講的話我很生氣 他不聽我的話 很生氣就走了 奮頭而去 那他生氣之後 他就到處 因為佛是在這個社會上有地位 世尊嘛 祈禱都在這個社會上有地位 大家都說他是智者 他講的話很有分量 我因為非常痛苦 我去問了佛 結果他竟然跟我講這樣 我非常不認同 所以他見到人他就問 見到人就問 到底是不是我們有愛 愛生氣的時候 我們才會歡喜快樂 每個人都跟他講 是啊是啊 當我們內心有愛的時候 我們就會歡喜快樂 聽起來世界都不是這樣講 我們內心有愛的時候就會歡喜快樂 世界的人都認同他 很少人會想到這麼生氣去 就好像我們剛才講 我如果 我如果不生氣 那麼我就會一直受苦 可是你想生氣一點 就是因為你生氣 你才會生死輪迴一直受苦 再想更深一點 但我們越想這麼深 我們只想到如果我不生氣 我不反擊 我不反抗 那麼他會一直欺負我 我就會一直受苦 可是你沒有想到 我如果生氣 我起承認心 煩惱造業 這個業會讓我生死輪迴 我會一直受苦 這個一指比你那個一指還慘 那佛陀講的因愛而生苦 跟因愛生喜樂 因愛生喜樂 是一般人 我因為喜歡他 所以我看見他就歡喜 就壞了 這個是短暫的 那麼根本會因為你的執著 你的貪愛 而生喜痛苦 因為他有一天一天淋淋你去 就算這個婆羅門的兒子 沒有那麼早走 那麼不管在十年後二十年後 只要在他前面走 他都會痛苦 一定的 除非後來他的兒子不像 他的痛苦可能就比較減少 他不再那麼愛他了 一定是這樣 好 那就到處問到處問 問到哪裡咧 問到波斯尼王那裡 就是大家就用船 這樣問這樣問 然後大家就想 這個婆羅門去佛陀那裡 那佛陀跟他講 有愛 有愛就有苦 愛生的時候苦就生了 這個苦是從愛生起來的 那大部分人都認為 有愛的時候就有喜樂 有歡喜快樂 歡喜快樂是由人家愛你 你也愛人家 那麼這樣生起來 怎麼會 怎麼會有愛則有苦呢 不對應該是有愛則有喜樂 那麼這個話傳啊傳啊 因為他到處問 那大家就傳傳傳 傳到波斯尼王耳中 波斯尼王也很疑問 世間年就這麼想的嗎 世間年就是想說 想說佛陀世尊那麼有智慧的人 怎麼會講這麼沒有智慧的話 然後他心裡面想 可是那個時候他也沒有那麼信心佛 他知道他的太太 他就講莫利夫人 皇后 波斯尼王的皇后是莫利夫人 莫利夫人是佛弟子裡面 一個很有智慧的人 他就進入莫利夫人 聽說佛跟一個婆羅名開示 說有愛則有痛苦 怎麼會這樣呢 佛你的師父怎麼會這樣講呢 他說因為你是佛弟子 常常聽佛說法 你的師父常常跟你說法 你這句話真的是你師父說的嗎 他就問那個莫利夫人 真的是你師父說的嗎 你師父真的會講這種話嗎 你是不是可以幫我去問你師父 問佛 看他這句話是不是他說的 那這個國王就請莫利夫人 那麼去問佛 對 那佛 問回來就跟他講 是的 這句話是我師父說的 是佛說的 佛確實這樣說 那莫利夫人 在波斯尼王心裡面就講 怎麼 怎麼 怎麼你師父會講這種話 這個句話怎麼對呢 應該是有愛則有喜樂 怎麼會有愛則有痛苦呢 不對啊 莫利夫人就跟他講 國王我問你 你愛不愛你的父母 愛不愛你的兄弟姐妹 愛啊 好 那如果你的父母死的時候 兄弟姐妹死的時候 你會不會痛苦 波斯尼王就跟他講 是啊會痛苦啊 波斯尼王後來他的 波斯尼王很孝順非常孝順 後來他的媽媽 一百歲死掉了 他也非常痛苦 他去找佛 有沒有什麼辦法 可以讓我死去的父母 死去的媽媽可以過得好一點 他也去找佛 很辛苦很辛苦 這個是他父母還沒死的時候 他問 那你想想 如果有一個人非常愛他的妻子 他的妻子被人家搶去了 他會不會很痛苦 他就是因為愛他而痛苦 如果不愛他還要他死 還要他趕快走 對不對 所以 那如果他愛他的太太 他的太太被人家搶走了 生病 或是自殺死了 生病死了 他會不會痛苦 波斯尼王就說 那當然會痛苦 然後又跟他講 那你愛不愛你那個貧 愛不愛你那個貧流羅大將 他有一個家具 他很欣賞他 很愛他 那愛不愛你那個 那個斯利阿圖大臣 他有一個大臣 他最欣賞的大臣 那甚至愛他的兒子女兒 愛他的 他有一頭像 那頭像很好 就好像你愛你家的貓跟狗一樣 有些趨勢 他的貓狗死了 他哭了幾個月 一樣 那麼這些都是 他無力無忍就一個一個講 從他所愛的對象 他的父親 他的兄弟 他的大臣 他的大將 來自他的相 大相 然後他的兒子 然後講到 甚至他的王妃 然後殺自己 他也很愛莫利夫人 那麼 他說 那麼當這些人產生變化的時候 變化就是 第一個 你很愛他 他很愛你 你還很愛他 但是他已經不愛你了 那他就是變化了 好你很愛他 他也很愛你 但是他就生病了 你還是很愛他 他也很愛你 但是他生病在受痛苦 你會不會真的痛苦 會 你很愛他 他也很愛你 但是他還死了 你會不會痛苦 會 那麼你要知道 所以我才會講 無常固苦 因為世間一定會不變 一定會變 你不可能讓他不變 那你一直要 以自我愛為中心 要一直為你所擁有 要一直保持不變 你對他的愛不變 他對你的愛也不變 你愛他是現在這樣的容貌 你要一直保持這樣的容貌 等一下 莫斯過不久 他的容貌變了 他變醜了 變老了 他不再健康了 脾氣不再都不那麼好 你還會一樣愛他 有些人是不一定的 甚至他死了 那你可能就不會 要這樣愛他了 那是不是 波斯尼王想 是的 確實是如你所說的這個樣子 他就說佛真的有智慧 可以做我的老師 那麼這裡就是講到 所謂的愛生則苦生 這個是中阿涵裡面的 我們就把它稍微寫一下 雲而知苦 怎麼知道 你的痛苦 就是苦怎麼來的 因愛生苦 所以我們要講到 愛的根本不是因為你愛人 是因為你愛自己 主要是因為愛自己 那所以由自我愛引發 所謂的進階愛 我我所愛 那因為這樣 然後慢慢慢慢就 產生出很多的煩惱出來 他說愛愛 恩愛生苦 恩愛 生苦 生苦 愛生則苦生 那雜案裡面說 這是中阿涵裡面的 那雜案裡面就講到 那雜案 若善思觀察 你已經知道這個道理了 那麼你要好好的去 如意思維觀察 那雜案裡面 我們就是 知道了這個道理 然後我們好好想這些道理 然後在我們 執著搶的時候 就懶卓心製作比較強的時候 好好想把那種懶卓心向低 這是雜案 雜案裡面講 若善思觀察 如意思維 好好地觀察 好好的想 若善思觀察 愛生苦 就是愛生則苦生 愛生 由愛生苦 如果你好好想這個道理 好好想這個道理 就是這裡講的 愛生則苦生 當多助理愛心 那麼你就應該要怎麼樣 應當 要常常 安住在什麼 理愛心 不要去懶愛 不是叫你不要去愛人 就是你要把自私的這個愛 畫為什麼 大我的這個愛 就是不要太懶卓 就是不要太懶卓 那麼 那這個不是叫你說 不要孝順婚 不要有愛兄弟 不是 你一樣這樣做 但是你知道 你心裡面知道 不管你多愛 一切世間都會無常 對不對 你要看到的不是我所愛 而是從我愛引發的 那麼其實真正的 不管你愛誰 其實你最愛的還是你自己 那因為這些人跟你有關 所以你才愛他的 其實是這樣子 但是如果你 我所愛 我愛我所愛老鼻 好 你的兄弟你很愛他 你的父母你很愛他 但是你的父母傷愛你 或是你的父母跟你意見不合 你還是愛你的父母 但是那種愛就 又不一樣 又會不一樣 那就是說 你最愛的其實還是你自己 那你要知道生死的根本 就是從什麼 從我愛 從來 我愛 我愛是我見 我見我愛 那我見我愛就有我慢 我慢就是什麼 我比別人好 我比別人不好 我跟別人一樣 要跟別人比 好 所以這裡講愛生則苦生 那底下 諸佛赦諸煩惱 賤愛慢無名 我我所赦故 死生有相遜 好 前面講到煩惱其實就是什麼 貪稱吃 那麼這裡講到煩惱 講到煩惱是什麼 賤 愛 慢 無名 這四類 前面把煩惱分作三類 總說了 叫做貪稱吃 好 那這裡 這裡在約 我們看 他說煩惱的三大分類 就是前面講貪稱吃 可說是專約玉劍 因為玉劍才有稱 貪稱吃 玉劍才有稱 社界沒有 社界扶住了 他不是斷掉 所以他從社界掉到玉劍來的時候 又有稱 但是他在社界的時候 其實沒有稱 無社界也沒有 扶住了 扶住了 扶住了不起 所以他才會說 專約玉劍來講 而且是約人類而說 佛法都是這樣 就約我們 約我們的狀態下 因為是我們要修的 那如在社界與無社界 稱會就不會生起 所以我們才會講 上帝 上帝在社界啊 上帝在社界 怎麼會起稱認金 因為洪水淹死那麼多人 這不是上帝的個性 上帝不會有這種心 不會有這種念頭 就好像一隻羊 他再怎麼樣 也不會忽然之間想要去吃肉 去咬兔子 不會啊 就是吃草 他怎麼樣也不會想到要去吃肉 不會 那上帝他沒有那種 就說社界的天人不會起稱認金 那上帝都做到社界的天王 天人都不會了 天王哪裡會 他要更高的階段 他要更高的層次 其實是這樣 所以我們講 前面那個其實是 其實只是就約裡面的說法來說而已 那不是實際的情形 所以我常常講基督徒讓上帝背黑鍋 那因為聖經有很多是人編的 如果你讀聖經的歷史你就會知道 那麼其實大部分是就是 就是耶穌的話加上這些帝王的話 然後變在一起 所以他這裡有講社界有社界 稱會不會生起 所以佛在統一切眾生所有的諸煩惱中 就是另外一種煩惱分類 前面那一種是就我們來講 貪稱吃 但是還有另外一種煩惱分類 這種煩惱分類就是 賤 愛 慢 無女 四煩惱 這是可從種種意義做不同的解說 那前面的貪稱吃我們比較常聽到 賤 愛 慢 無女 除非你有研究佛法 只要在獨情點 不然可能就比較不適 讓我常聽到這種分類 那我煎 我愛 我慢 我吃 可能會比較常聽到 其實就是賤 愛 慢 無女 我煎 我愛 我慢 我吃 那這個其實是到布派以後特別強調 我們來看古德 古德其實是布派論詩裡面的 他們說大比佛撒論裡面講的西方詩 他們印度所謂的東方西方 西方的這些大德 稱此為四無忌根 什麼叫做無忌呢 善惡無忌 善惡無忌 這個叫無忌 無忌基本上就是他不是那麼 就是這裡講的 他不是嚴重的惡性 但卻是煩惱的 所以叫做有負無忌 負就是煩惱 他是煩惱的 但沒有那麼嚴重 所以叫無忌 那研討到惡系的煩惱 這四者被發現出來 就是大家在研究佛法 研究到煩惱 研究到惡系的時候 就知道有這四種 賤 愛 慢 無女 他說特別 特別在大盛的維世玄 這四煩惱是被看作於 第七世相應的煩惱 那我們先來理解一下 有負無忌 這個名詞 這個解釋差不多 有負無忌 他導師的解釋就是這裡說的 這個 負就是煩惱 是煩惱的 但沒有那麼嚴重 那一般來講 這裡有所謂的有負無負 有忌 不是無忌 就善惡無忌 無忌是善惡無忌 善惡 跟無忌 無忌基本上是非善非惡的 那這裡另外有所謂的有負跟無負 那這裡另外有所謂的有負跟無負 負就是覆蓋 煩惱覆蓋就是障礙 能夠覆蓋就是能夠障礙 有負就是這種煩惱能夠覆蓋 能夠戰勝到 能覆勝到能避新興 能覆蓋 能覆蓋 刑履 能覆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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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負 那無負就是不負聖道不必犧牲 不負聖道 就是不會障礙聖道 所以無負 他這裡講的 有負他就是會障礙 無負就是不會 但是他會障礙聖道 但是他沒有那麼嚴重 那這個叫做無負 有負無負 那有負無負 他是這樣的說法 那這跟我們講的時候講十字無負 那個無負不一樣 那個無負是不以紀別 就是這個不特別為你紀別說 就是說世間有邊無邊 那十字無負那個無負不一樣 那他說 他說這個沒有正真理斷煩惱的聖者 這四煩惱一直是沒有離開過 就是凡夫 你正的出國你就有斷煩惱 就有正真理 出國二國三國四國 就煩惱一條一條斷 出國先斷火箭的煩惱 那麼他說只要是凡夫 那麼這一些煩惱 這四種煩惱 就是賤愛慢無名 一直沒有離開過 成為眾生煩惱的內在特性 因為時間到我們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下個禮拜再從這裡開始講 講到這個煩惱的另外一個種類 主要是這個火箭 所以這一邊有一點點 稍微有一點點複雜 你們要最好先看過一次 你們再來講的時候會比較清楚 那裡面就是 道理有一點點比較深細一點 好 那今天想到這裡 大家合掌一下 願以此功的 不及於一切 我等於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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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